很多人老让我说说崔永元的问题 我觉得崔永元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更多的信息我接触不到 还有包括王林青接触不到 那么我能接触到的都是网络上已经公开的信息 我无非就是把网上的信息复述一遍 那你听我讲你还不上网上搜一搜看一看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也讲得出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接触不到 还是说一下 毕竟我也是一个平民百姓 我接触不到比较核心的东西 既然接触不到我就没法说 尤其是在YouTube有个叫温柔寒美的 老真相老是内幕 这个太扯淡了 比如崔永元他也做一期也是关于崔永元的真相 其实你上哪知道真相 你把那期也听完了也没有什么真相 都是网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加一些个人的预测 对吧 我也不想把自媒体做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没有一进 那么简单说一下崔永元 他在实话实说 早年央视的节目确实做了一档 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那么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转基因 这个时候崔永元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 外号叫崔化纳 很多人民群众都说崔永元揭露转基因是为民发声 我觉得这就不对了 为民发声不在于揭露了什么 而在于他揭露了对不对 还有他的论据对不对 我还是主张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员去办 譬如崔永元在上海和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 关于转基因的辩论 我觉得那场辩论简直是一场灾难的 我以前在头条看过 很多人都支持崔永元骂那个教授 我觉得这事太胡扯了 崔永元完全是像文革那种意识形态化的 就是学生之一老师 就靠那种意识形态化 那种无限的上纲上线 但实际上他完全没有说过有用的东西 因为什么 这个教授啊 我觉得他很痛苦啊 如果我是他 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方自杀了算了 有辱思维啊 因为什么 这个转基因的问题是个很专业的问题 我跟你讲专业 你跟我打得胡扯 无限的上干上线 你说我让我怎么跟你谈 对不对 这个事情啊 我对他印象非常的差 差到了极点 不止我差 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广大网友 对他印象也非常不好 所以有了崔华纳这个外号 还有他赴美拍了一个揭露美国转金 就是这个纪录片 这个揭露片回国 就是说什么 美国人都不吃转金 美国的转金怎么样怎么样 总之一个结果吧 他的结论就是美国人根本就不吃转金 在美国转金没有 那么只有中国吃转金 美国人发明了转金 拿到中国来吃 拿中国人做实验 然后这种阴谋论 可惜时代不同了 早年更早年 像90年代 90年代末 21世纪初那个时候 譬如以古者为代表了 还有早期的公知 对吧 很多都吹 美国都好都好 国内多差都差 譬如德国的下水道 日本的夏令营 这是最典型的了 那个时代因为信息沟通不差 或者信息的不对称性 能骗过很多人 但是到崔永元做纪录片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因为什么 这个信息太透明了 中国出国的人多了 留学的人多了 而且翻墙也容易了 那个美国人到底吃不吃转金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时候你骗不了人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 他的名声已经臭到了几点 然后因为这个范冰冰 对吧 举报这个明星透睡的时候 他的名声又开始好转 那么现在又卷入这个最高法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 我认为一个人 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对吧 没有绝对的好 没有绝对的坏 你不能因为一个事情 就否定他所有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你也不能因为他的另一个事情 否定他其他的事情 其实我看过一些采访 国内很多人看过那么一些很坏 杀个很多人的 这个早年打黑的这个黑社会老大 但是他在他家周围的这些人里 评价非常高 他的左邻右舍 对吧 你可以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吧 对吧 比如我们以前 就在东北这边也有一个 具体叫啥我就忘了 他也是他是在一个城乡杰克部的 对吧 后来在市里 通过开矿等等 一个大棍子 你可以说个大黑社会 对吧 做了很多的坏事 包括打群架 杀人 暴力拆迁等等 但是他那个城乡杰克部 那个老家 就他母亲住那个地方 他经常回去看他 说他回去的时候 他那个左邻右舍 有很多老人 谁有什么困难 他都帮着 都帮一把 对吧 我还有看过后来那个报道 还有一个 有一家老头老太太 儿女离得远 那房子漏水 对吧 他都自己爬上去 给他修补物丁 所以就说什么 这个人呢 是矛盾的 你不能说他有绝对的好 有绝对的坏 你包括崔永元也一样 你不能他因为举报明星这个事情 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事情 对吧 你就把他其他的黑的事情 就给洗白了 你也不能因为他其他黑的事情 对吧 就把他做的这里 这个举报偷税这个事情 还有他在实话实说 的节目做的成绩 也给否定了 对吧 因为崔永元也很具体 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了 包括一样的 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 我闭上眼睛想一想 我可能也做过很多的 不太好的事情吧 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们是什么的 一个人啊 我觉得能给 就像邓小平 评价毛泽东一样 一个人能到三期开 我觉得这个人就非常不错了 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对吧 就像我们的朋友之间也一样了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总有一些让你不满意 对吧 但不会因为那些让你不满意 或者你看不上的事情 你就觉得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 对吧 除非他让你不满意 那个事情啊 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 是很多了 但是如果只是偶尔一两件的话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那么再回到 就最近吧 因为这个王林青这个问题啊 还是一样 只能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 做出已经公开的判断了 内幕的东西我也讲不了 我在视频上打个内幕 那不见得他就是内幕 对吧 那谁知道呢 我在国内我都不知道 那这个三十年没回国内的人 又怎么知道呢 而且这个法律的问题啊 其实法律啊 尽量不要被舆论绑架 也不要被大众绑架 而且 无论是中国的大陆法系啊 还是美国的海洋法系啊 对吧 他这个审判呢 在没有正式经过庭审定罪之前啊 都是嫌疑人嘛 所以因为目前也没有最终的定罪 你说什么也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而且他这个取证的阶段也不会对社会公开的 譬如孟晚舟被抓 美国司法部在好多年前就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了 对他这个事情 那么他在调查的过程也不会告诉你的 我调查他哪一步了 我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这是不可能的 呃 司法不仅仅是孟晚舟这种特殊的案子 其实美国欧美也一样了 包括港台 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 嗯 查一个案子 我要 查一步 向社会公开一步 我还得接受社会的质疑 没有的 都是最终查完了啊 这个公安机关也好 其他部门也好好 把这个最终的所有的证据 提交法庭 那么法庭依照证据 依照法律做出审判 那么有一些部分是会向社会公开的 有一部分是不会公开的啊 这个 外国也是如此啊 那么即便要公开的时候 也是最后对吧 所有的取证都结束了啊 这里啰嗦一下 最后所有的取证都结束了 对吧 如果所有的取证都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不会对你公开的 不会不是我今天啊 查到这了啊 明天我要查那 这个不会告诉你的啊 那么崔永元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他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 也没有特殊性 唯一的特殊性就是 崔永元是一个公众人物吧 嗯 那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啊 那喜欢的请订阅一下